每次书行都会产生很多废片 有些是拍摄时遇到了意外状况 有些是想做某个动作时 镜头怎么都对不准 还有些 披着鱼尾巴去村口 纯粹就是太辣眼睛 某个转瞬即逝的镜头 背后可能是 完了 人怎么跟他投框啊 2021年结束 这一期很不打算做任何出行攻略 我就想讲讲这一年 视频背后的故事 回想这一年最有意义的几个瞬间 好像我都没有出现在镜头里 就算我愿意多留一些自己的影像 在视频中大多也是比较狼狈的场景 有人说要想在镜头面前呈现最真实的状态 那就要把镜头当做朋友 一开始我也试着跟他相处 和他讲很多话 在他面前搅柔造作 但我发现他好像并不擅长记录我美的样子 直播一下我们现在的景色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我的户外生活条件 也不允许我时刻妆容精致 或者穿漂亮的衣服 久而久之 我的外出行头变成了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后来我慢慢发现 与其说镜头是我的朋友 他越来越更像我的眼睛 怎么现在出来拍东西 都要拍这种搞笑呢 事业 不过有意思的是 我的眼睛好像也更喜欢捕捉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味鸡 鸡腿或吃灯 鸡腿的一种 快快快快 哎 后面呢 哎 这个怎么还算掉了 乖乖啊 前面里才有那么有什么 因为疫情原因 今年的全部出行都在国内 而且有很多国内行程 也因为疫情而搁浅 不管是旅行 还是城市探索 甚至专业的户外运动 每一次出行 都会有一个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切出行的动力 哪怕最开始 我们对目的地的了解 也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哪里多尔 一开始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一个地方 虽然截止到今天 我依然只走过祖国很少一部分领土 但是每一次在路上 我感觉我都更贴近这片土地上 人们生活的本质 目的地总是带有很多滤镜 当地人依靠这些景色生存 修缮 维护 并商业化 所以才能让每一位牧民而来的游客 享受上便捷的交通和妥贴的时速 心无旁骛地欣赏美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麦岛最红的树 虽然客流量也是和预想中的一样大 所以后来只要有条件 我和朋友们都愿意在出行时去找各种野路子 我们打算坐一下开往西边的公交车 然后公交车带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 你跟这个景色更加完美地融合了呗 但这一年更多时候 还是由于疫情原因被困在北京 待在北京也没什么不好的 城内有构种公园和古迹 郊外的话选择更多 春天可以看山花 夏天可以露营 秋天可以徒步 冬天还能滑雪泡温泉 光故宫这一年我就去了七八次 也没有去够 一开始在这里追求司机的变化 再然后去看光影 最后去看看景的人 很多时候我和悠悠都混迹在 各种退休老法师们的团队中 在冬日和他们一起 搓着手等光影 等夕阳 等神迹出现 不是每次出发都能赶上好运气 每次出行也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 吃而不舍拍视频的女子 又要冲到机位上去了 别人都准备回家了 一年的时间里 很多目的地需要开车数个小时 泥路土路也得硬着头皮上 探索一个城市 需要徒步暴走或者骑行 而不能开车 在山野路一次营 需要大量的装备累积和频繁的踩点 去西沙潜一次水 不光要做各种前期训练 还要在两米高的浪里 经历连续24个小时的晕船和呕吐 去年的我可能会天真的跟你说 去热烈的爱吧 热烈的活着 我鼓励任何行事的说走就走 不计任何后果 但今年我最新的感悟是 用尽全力生活和热爱的背后 一定是同样程度的辛苦和付出 去追求热爱 万万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 它甚至比现实更加残酷 但只要热爱不变 路就能走远 我们现在在等日出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 今年收获了7500个粉丝 真的非常开心 我能坚持做视频 除了信念 还有你们的陪伴 特别感谢和我一路风吹日晒 餐理视频拍摄的约友 还有所有陪我捕练过户外技能 陪我疯玩的朋友们 未来我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上 用心做视频 用心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